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3月8号星期一 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菲律宾这边都有哪些新鲜事 还是先来说一下菲律宾的基本疫情情况 昨天菲律宾这边新增确诊病例是3276例 总的病例数达到了594412例 预计也就是两天就能突破60万了 那么活跃病例目前有36043例 那么就说说为什么最近菲律宾每日的新增确诊病例 都基本超过3000 我觉得三个原因吧 第一个现在菲律宾很多的省都开通了省级交通 那么势必会造成一些高发地区的人群 像一些之前保护的比较好的一些地区去流动 那么肯定势必会增加确诊的人数 那么第二个就是病种病例 也逐渐在菲律宾开始打开了 包括南非的变种病例 还是英国的变种病例 基本上也是打开了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像马尼拉那边有很多的市长 也都开始先暂停了 暂停开放电视院 游戏厅这些游戏场所的计划 反正再推迟个三周到四周这么一个样子 再观察一下 因为他们也很清楚 如果现在打开的话 现在这个疫情数量还会继续增加 那么第三个就像现在菲律宾的副总统所强调的 这个民众现在依然是要保持对这个疫情的警惕 不要太过于放松 比如说去开party 聚众 不要去做这些事情 尽管是因为很多人现在他听到什么 听到有疫苗了之后 他还没打 他就觉得自己已经有抗体了 这些菲律宾人确实有些人是这么想的 所以他就是现在根本就也不太在乎这些 也并不太在乎这些防疫了 他就可能就出去嗨去了 那么所以这个菲律宾副总统现在也是发表公告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虽然菲律宾现在有疫苗了 但是呢也只有1.3万人 还都是什么军队啊 医院这些一线的工作人员打的疫苗 所以作为普通民众来说 还不要去尝试 说进行过多的这种的 聚众的活动啊 以免造成传染 总之吧 反正我觉得菲律宾人是蛮可爱的啊 反正有的疫苗呢 他就会相信呢 这个病不会传播了 但是他没打 所以呢 以上这三个原因吧 就是造成了现在 菲律宾每天呢 这边都有 日均呢 基本上都有超过3000例的这种的确诊的 确诊的这个报告 然后我们来继续聊啊 继续说第二个事啊 那其实现在除了有疫情这个问题呢 其实对于大多数的菲律宾民众来说呢 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饥荒的问题啊 造成饥荒的原因呢 还是因为不佳的上涨 除了你 除了我之前啊 我之前说过的猪肉跟鸡肉啊 上涨基本上50% 这个价格之外呢 你看类似于这个肉 这个这个出菜呢 其实也在上涨 像我去菜肠买土豆 之前可能六七十匹一公斤 那么现在可能涨到了八九十匹 甚至有的还110匹一公斤 我觉得挺夸张的 基本分贝了 那么像奶制品啊 有些奶油呢 之前可能是一桶一生的 大概是400多匹 现在是600多匹 包括在超市看见的 之前老吃的大米 以前是282多匹 5公斤 现在已经涨到330多匹了 其实这些东西对菲律宾来说呢 菲律宾民众啊 来说还是蛮有挑战的 所以说现在有个调查啊 说据悉有59%的菲律宾人呢 实际上是没有办法 获得足够丰富的这个富食了 也就是换句话说 这些人只能靠吃米饭啊 或者菲律宾当地的餐包啊 来裹腹啊 然后但是没有这个 比如说像蔬菜啊 肉类啊 作为一种营养的补充 在这些人里面 在菲律宾1.4亿人里呢 还有450万人呢 目前属于饥荒的状态 也就是说每天呢 基本上是吃不饱饭的情况 每天呢 就基本上吃两餐 早上可能吃一两个餐包 晚上吃一点米饭 然后也就是这样了 这450万里面呢 还有30万呢 基本上都集中在这个马尼拉 集中在马尼拉 没有办法嘛 因为疫情啊 造成很多这个菲律宾的民众家庭 基本上是断绝收入的啊 而且呢 但公平的来说啊 咱们老说 菲律宾人不攒钱 我说这我觉得 这是胡说八道你知道吧 因为之前 我也在公众号文章里面 说过这个事情啊 菲律宾人实际是有存款的 只不过就是没我们想象那么多 也没那么能存 因为毕竟还稍微落后一点 但不是没有存款 因为像菲律宾大概有 五六千万人 五千多万人 五千多万人是有这个银行账户的 然后呢 存款数量呢 也是蛮 就是人数也是蛮多的 有小存款数 但是也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吧 造成这些人完全失去了积蓄 所以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现在很多 现在有一些 哪怕之前可能不是很贫穷的 菲律宾人现在抱怨 以前的每天早上还能吃个 餐包啊 然后呢 配个咖啡啊 现在呢 早上只能是吃个餐包 配个凉水啊 连咖啡都没有了 大家别意外啊 因为这个 这个咖啡 就相当于我们国内人喝的茶一样 对于菲律宾人来说 所以他们习惯性就是 早餐的餐包啊 咖啡啊 这么个吃法啊 都是很正常 那现在的这个呢 对于很多中产以下一点的 偏下一点的 这个这个菲律宾人来说 都很难保持 很难维持这种状态了 所以现在 对于菲律宾人来说呢 这个生活的挑战吧 还是蛮大的 那么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事 最近菲律宾呢 有一个 比较提气的事 就是菲律宾这边 有四所大学呢 都跻身于全球的 一千墙里面 一千 就是排名前一千的大学里面 其中的毋庸之仪第一名呢 就是这个菲律宾国立大学啊 排名第396位 那么据说呢 这个在具体学科的分类上啊 这个菲律宾大学最优秀的学科呢 是这个政治和国际研究学 然后呢 是英语文学 然后是农业 林业和地理 所以以后如果想去报名 就是报名参加这个读研啊 或者是读本科啊 去这个菲律宾国立大学的话呢 其实可以参考一下 他比较优秀的这些 这几个学科呢 那么排在这个 第600多位的呢 是雅典要大学啊 也是菲律宾非常著名的 一个私立大学 据说呢 当年马云也曾提到过这个大学 所以这大学呢 在中国很多想 出国留学 到菲律宾留学的人 这个圈子里面呢 还是 这个名气还是挺棒的 那么这所大学呢 比较出名的这个 学科呢 就是商业管理 英语跟社会学啊 所以很多人是在这边 去读这个工商管理学的 这个相关的学位的 这个这个 这个高阶学位的人 还是蛮多的 那么 第三所呢 就是这个菲律宾 传统的一个名校啊 这个德拉赛 出名的这个学科呢 也是这个商业管理 跟英语啊 也是属于一个商业类的 这种的商学的 这么一个学校 那么第四名呢 就是一个圣托马斯大学啊 然后这个大学最出名的是医学啊 医学 确实让菲律宾很多 著名的医生呢 都是数字于这个圣托马斯啊 而且这是一个教会大学 一个教会大学啊 所以呢 大家以后 如果说想来菲律宾留学的话呢 除了关注这个大学的排名 大学综合排名啊 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些细分啊 就是说细分的这些专业排名 然后我觉得以后 如果你是真真实实在在的 想学点东西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较管用的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吧 然后我们明天再一起看看 菲律宾这边都还有什么新鲜事 好了 就先这样 明天再见 菲律宾